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消费者行为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者行为的第一讲 我们这讲的题目是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架构 在这个讲词里面我们有以下几个目标 那么首先就是要向各位来介绍消费者行为的意义 还有它的内容以及本质 还有它的影响因素 那么了解这个以后 那么我们就提出了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方法 让各位将来能够自行研究消费者行为 那最后我们要让各位知道消费者行为 它的可能的应用范围 还有就是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道德的问题 好那么以下我们就来详细的介绍 这几个目标的主要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探讨 那消费者行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么我们说的意义就是 它主要就是要创造顾客价值 那么为什么是创造顾客价值呢 那么首先我们引用这个管理大师 就是彼得杜拉克在他所著的 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当中 所讲到了一句话 那么他是说 企业唯一有效的目标是创造顾客价值 那么因此我们了解顾客的行为 尤其是消费者行为就成为是企业所有活动的基础 那么我们越能够了解消费者行为 我们就越能够创造价值 换句话讲 企业要能够成功就要能够了解消费者行为 那譬如说我们要制定有效的这个产品定价 推广以及通路策略呢 那么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深入探讨下面的行为 也就是一些议题 那么是哪些议题呢 那么譬如说第一个 那么消费者他是如何做出特定的消费决策 那么什么是讯息呢 会吸引他们的注意 还有就是如何有效的激励他们购买与消费产品 那么是什么因素呢 让他们对某些品牌或者企业的产品产生忠诚 那么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必须要能够检视 影响这些消费决策的一些个人因素 或者是群体因素 譬如说是人口统计变数 生活形态 人格特征 或者是价值观文化跟家庭因素等等 那么以上呢 这是有关这个消费行为的意义的说明 那么以下呢 我们继续来说明那消费的行为 它有什么内容 那么我们说呢 消费的行为呢 基本上就是贩子 人们去取得消费跟处置产品或服务 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跟欲望的所有活动 那么就叫做消费的行为 那么消费者行为研究呢 就是在探讨消费者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的动机还有他的决策的程序 譬如说我们如果越能够了解人们 为什么要购买某些产品或品牌的原因呢 当然我们就能够发展有效的策略 来影响消费者 好那么以下我们就来详细说明 这三个活动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是取得 也就是产品相关讯息的取得与购买活动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主要的一些研究主题 可能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者 他是从哪里去得到这个产品 或者是商店的资讯 还有就是说这个品牌呢 是否会影响到消费者 那么也可能包括就是说 他会在什么地方购买 那么他会用什么方法来付款 那么最后呢 可能就是说 他这个产品会是自行带回家 还是会要求呢 这个厂商帮他送货等等 那么在消费者取得产品之后啊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消费 那么消费呢 指的就是如何使用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 他会是在何时何地 还有什么情况之下 来加以使用这个产品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研究的议题 那么譬如说是消费者呢 是在工作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来使用呢 那么他会不会按照产品的指示 或者是他完全不按照这产品的指示 来使用这产品 那么他使用这产品之后的经验是满意吗 还有他是不是经常使用产品等等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所关心的议题 那么在消费者使用完这个产品之后啊 他的最后个阶段就是处置剩余的产品 也就是消费者如何去去除 那么剩余的产品跟包装 那么在这个阶段啊 我们可以研究的内容啊 那么可能包括就是说 那么消费者呢 会不会将这个产品转送给他人 或者呢 他会不会卖给别人 那么他卖给别人呢 是卖给旧货商呢 还是他自己呢 在网路或分类广告上来转售 那么甚至呢 是他可能卖给这个 在意卖会当中卖出去 那么这一些啊 都会影响到我们新产品的发售 或者是推广 那么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那么以上呢 我们介绍完了这个消费者行为内容 也就是取得消费处置之后啊 那我们要再从呢 消费者行为的特质啊 来说明消费者行为的 这个更深一层的意义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特质啊 那么我们引用美国行销学会 那么对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定义啊 那么美国行销学会认为 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的情感 认知行为 跟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那么借由这个结果啊 来进行生活上的交换行为 那么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呢 消费者行为啊 如果从特质上来讲啊 它可分为就是人们的思想 情感以及行为 还有包含在环境当中的 所有会影响这些思想 情感跟行为的所有的因素 那譬如说是口碑宣传 广告 价格资讯 包装以及产品的外观等等 那么从这个 这两个因素的交互的影响之下呢 那么我们可以呢 得到呢 下面三个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特质 那么第一个特质呢 就是消费者行为啊 它是一种交换的行为 那么什么是交换的行为呢 也就是人们呢 将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啊 那么给他人 而换得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啊 那么在关照我们自常的生活 我们可以知道啊 那么我们通常就是将金钱 去换取产品跟服务 那么金钱 甚至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这个脑力 都是我们个人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东西呢 去换取一些产品跟服务 那么也就是事实上的所谓的 买卖双方的交换行为 那么因为消费者行为 是一种交换行为啊 所以这个对行销策略上的意义来讲的话 就是行销的角色啊 就是要能够制定 或者是执行行销策略 来协助创造这样的交换行为 那么如果能够协助 这样交换行为的发生呢 那么不只公司能够获利 那么更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价值 那么使他们更愿意呢 进行这种交换行为 那么消费者行为的第二个特质呢 是消费者行为啊 是因为跟环境互动而产生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跟环境互动呢 那么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 是消费者的想法 感觉 行动 那么所互动而产生的 那么这种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呢 就是消费者会对这个环境 产生这种意义 那么这种意义呢 就会导致呢 他是否会购买一个产品 或者他是否会去逛街购物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那当行销人员越能够了解这些互动 那么如何影响个别消费者 以及整个社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越能够满足啊 消费者的需要跟欲望 那么为消费者呢 创造价值 那么譬如说呢 那么我们近年来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呢 就是M型社会的产生 那么换句话讲呢 就是说中产阶级消失了 那么低收入的人跟高收入的人呢 占了大部分 那么这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思想 感觉跟行动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想各位可以发觉啊 现在很多产品呢 中价位的产品呢 就越来越少 那么像低价位的廉价品 或者是高价位的精品呢 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也就是这个动态的影响 对我们人们的消费 还有企业的行销策略的影响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稍微做一下休息 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继续来讲呢 消费者行为的第三个特质 那消费者行为的第三个特质呢 就是消费者行为是动态的 那什么是动态的呢 是什么因素造成动态的呢 那么这是因为消费者的需求跟欲望 会随着时间 还有他所处的消费群的不同 而所变化 那么所以呢 行销研究者 那么对这个动态的影响 就必须要持续的观察 那譬如说呢 我们网际网路的发展 就改变了人们搜寻产品资讯的方式 这个搜寻产品的方式呢 更由于这个 比如说像智慧手机的这个发明 那么使得这个网路 网际网路的这个资讯搜寻 不只改变了搜寻的方式 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 我们如何的持续的追踪这个趋势啊 就是呢 对我们的企业是否成功呢 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那另外呢 也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动态的发展 也使得这个行销的这个策略呢 变成是一项非常有趣 那么但是困难的工作 那么为什么是有趣呢 因为我们藉由研究啊 可以时时的发现一些消费者新的思想跟感觉 那为什么是困难的呢 那是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影响到这个动态的发展 好 那么介绍完了这个 前面的这个消费者行为的意义 内容以及特质之后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呢 以下的这个消费者行为的这个观念性架构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观念性架构呢 我想我用以下的这张图卡 来向各位来加以说明 那么在这个图卡上面呢 我们可以发掘有三大部分 那么上面这第一部分呢 是上面的这两个方框框 也就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两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是消费者个人的特质 那里面的特质呢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包括比如说人格统计变数 人格特质 生活形态 动机 消费者决策知识 学习行为 态度 文化 次文化 社会阶层 参考群体跟家庭等等 那么另外一个影响的大类的因素呢 是企业组织的行销努力 那么包括了就是 这个所谓的行销的4P 也就是产品策略 价格策略 推广策略跟通路策略 那么各位同学注意到呢 在这两个方向中间呢 有一个双向的箭头 代表的是这两类的因素 事实上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说生活形态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推广策略 比如说我们的广告的内容啊 一定要能够符合 收听大众的生活形态呢 那么才能引起共鸣 那么能够引起共鸣呢 才会让他们对这个广告 产生正向的态度 那么因为正向的态度呢 那么消费者才会对这个产品 产生正向的态度 那么另外呢 消费企业的这个推广策略啊 那么或者是其他的策略呢 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生活形态 比如说智慧手机的推出啊 就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因素 是相互影响的 那么在这两个因素 个别对消费者影响之外 还有交易影响之外呢 那么消费者就会产生呢 特别的或者独特的一个消费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三个内容 也就是取得消费跟处置 那么取得跟消费处置呢 每一个下面呢 各有他的一些反腐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详细说明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那么消费的行为产生之后啊 那么他们会产生一种消费的经验 那么这种经验呢 他会产生一种回馈的作用 那么回馈的作用呢 第一个影响呢 就是他会反过来影响呢 消费者未来在消费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会改变他如何去取得消费的资讯 或者是他消费的方式 或者是他处置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 他也会回馈过来呢 去影响呢 消费者个人的某些特质 比如说他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活形态 那么也会可能影响到 企业组织的一些行销努力 比如说消费者的经验 如果是不满意的话呢 那么企业组织呢 通常就会修正他的这个4P策略呢 来设法呢 使消费者产生呢 满意的这个结果 所以从这个图卡 我们可以知道啊 也就是应征了我们前面所想的 这个消费者的三个特质 也就是交换 互动 以及动态的特质 好 那么由这个图卡 我们可以发觉啊 消费者行为事实上是很复杂的一个学科啊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研究它呢 那么我们说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直性研究 那么什么叫直性研究呢 就是我们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跟方法 那么对消费还有它的意义啊 那么做深入的了解 那么所谓的意义呢 就是指的消费者行为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长期反弹或交点团体法呢 来了解产品跟服务啊 对消费者的意义 还有呢 消费者购买与使用的经验是什么 或者是广告如何对女性做适当的描述 或者是艺术与影片啊 如何反映消费意义 或者是呢 拥有一个物品啊 那么如何影响个人的形象 那么这些研究啊 基本上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呢 现代人对女性的这个意义呢 不再像是过去所说的 比如说温柔婉约啊 相夫教子 而是所谓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话 那么我们在很多的推广的内容上呢 对女性的描述呢 就必须有所改变 那这样的研究 对我们的行销人员有什么帮助呢 那么我们说 虽然这些研究基本上 并无法直接的帮助行销人员啊 来发展成功的行销策略啊 但是却可以从这一些研究结果呢 得到策略的意涵 比如说我们如何来 在广告里面呢 那么适当的来描述呢 一个女性 那么第二种研究方式呢 我们叫做相关因果性研究 那么相关因果性研究 它的研究方法呢 是以认知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行为心理学 还有社会心理学为基础 那么试图呢 去发展出一些理论跟方法 来解释消费者的决策 跟行为的发生的原因 换句话讲就是说 帮助我们去解释 消费者行为为什么会发生 还有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那么这些研究呢 最主要是使用 就是说比如说像实验法 或调查法来测试理论 那么并且深入了解 影响消费者决策的过程 以及消费者行为的 社会因素的含义 所以我想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呢 或许曾经有人呢 要求你帮他做个问卷 那么这种做问卷呢 就是属于这类的研究方式 那由于这类的研究啊 他们是在研究理论 或者是呢 调查一些行销策略 他们对消费者行为有什么影响 所以往往对于我们的行销的思想 会有很深的影响 那第三种研究方法 我们叫做计量科学研究 那么所谓计量科学研究呢 是以经济学跟统计学为基础 那么去发展跟测试啊 数学或统计模型 那么以帮助我们来预测 行销策略 那么对消费者他在选择 以及行为上的影响 换句话讲就是 能够帮我们做 长期以及例行性的研究 那么这三种研究呢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们用以下呢 这个图呢 来向各位解释 有以下这个图我们可以知道 一定要先有直性研究 那么才有可能进行 相关因果性研究 那么有相关因果性研究呢 才能进行计量科学研究 那么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我们必须要透过直性研究 那么去深入了解 消费者行为的意义之后 那么我们才能 藉由这个相关因果性研究 去做准确的调查 那么唯有累积的 足够的这个相关因果性研究呢 我们才能够建立 有效的这个统计模型 好的 那我们也在这里呢 稍微做一下休息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了解了 行销研究的方法之后 那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么我们研究消费者行为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说消费者行为呢 它的影响层面是非常广的 那么到底有多广呢 那我想我们也用下面一张图呢 来向各位做说明 那么从这个图啊 里面的三个椭圆形呢 是代表受影响的这个个体 或者是组织 那么左上角这个图 这个圆形呢 代表是行销组织 那么这个行销组织呢 不只是指这个盈利组织 那么甚至包括医院 学校 那么都是所谓的行销组织 那么这些组织 他们关心的是 他们能不能够发展出 适当的行销策略 来呢吸引到适当的顾客 以及足够的顾客 比如说医院 那么它可能诉求的是综合医院 但是也有的医院呢 诉求的是专科医院 比如说是癌症的专门治疗医院 那么第二种的这种影响层面呢 包括公共部门组织 那么比如说像是这个公平会 或者是消保机关等等 他们关心的是 不只是他们是不是能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 那么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公共政策呢 能不能被群众所接受 能不能被群众所理解 那么第三者呢 则是消费者 那么包括一些消费的组织等等 那么消费者呢 本身呢也希望能够借由了解消费者行为呢 比如说能不能以更低的价格去获得更高品质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说这个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结果 它的影响层面是非常深远的 那第二种影响呢 它策略指的就是设计执行跟控制一套计划 以影响消费者的交易行为 那么以有效地达成了组织的目标 那么不管是盈利组织或是非盈利组织啊 那么它的目标啊一定是希望能够增加消费者对于他们的产品 服务或者是它的品牌啊 能够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 然后加以适用并且重复购买 比如说这个公益机关 比如说是家福 这个就是认养小孩的机构 它当然希望大家对这个家福呢 有个好的印象 然后增加大家能够认养这个小孩 然后使得他能够发挥他的功效 那么其他像一些零售店啊 或者是这个行录的零售商啊 或者是网机网路 还有其他直销人员啊 那么也会发展行销策略来增加呢 消费者向他购买的意图 那么甚至呢就是实际购买 还有以后的持续购买 那么另外像这个新闻卡公司 银行还有其他提供资金的这个组织啊 那么也会提出行销策略来增加消费者 来使用他的这个服务的机会 所以行销策略呢 是针对目标市场 来发展跟提供行销刺激 以影响消费者的想法感觉跟行为 好那借由以上这个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的说明 我想各位可以大概了解到 就是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性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行销啊在进来的社会里面呢 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么甚至呢竞选这个公职人员 比如说总统啊或者是地方名义代表 那么行销也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但是我们最后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在使用这个行销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啊 那么必须要注意到一些所谓的道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道德的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认知到就是说 一个经营成功的公司啊 它的行销策略啊 那么对消费者以及社会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各位想想看啊 如果我问你啊 你想用这个口香糖来清新你的口气的时候 那我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面会想起什么品牌的口香糖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 每次我在上课这样问的时候呢 我所得到的品牌的名字啊 几乎是一模一样 百分之九十都讲同一个品牌 那么呢甚至是十年前跟十年后问呢 大概所得到的品牌的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换句话讲呢 行销策略啊 对于我们人会有很深的影响 所以啊 我们说行销策略呢 不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跟欲望啊 也同时也会使得消费者啊 他对于自己 还有对各种行销产品 以及购买 以及使用的理由跟情境啊 在想法跟感觉上呢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呢 就会改变我们人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生活形态 价值观 文化 或者是我们所参与的群体 那么比如说我们近年来 这个我们在人际沟通上面呢 越来越少用写信了 那么甚至也越来越少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语音电话了 那么越来越依赖呢 这个所谓文字的这个简讯的传输 那么这有人就在反映啊 这是不是代表人会因为科技没有更加亲近 而反而更加的疏离呢 那所以呢 我们在应用这消费者的行为来洞察消费者的同时 那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呢 这个对于人的影响 也是道德的影响 那么更有甚者呢 我们应该要注意就是说 这些道德问题啊 事实上是包括是否以夸大的促销手法 来操弄消费者 使他呢误买到劣质的产品而遭受损失 甚至是危害他的生命等等 那比如说呢 台湾最近发生所谓毒淀粉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毒淀粉的事件呢 那这是因为呢 比如说我们的粉源啊 我们很多消费者呢 很喜欢吃呢 QQ软软 那么咬不烂的这个粉源 那么认为呢 越QQ软软的越是好吃 那么这就加深了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这是因为厂商啊 他们所广告的诉求呢 就是诉求他们的粉源呢 是很Q很脆很软 那么很有嚼劲 那么使得消费者啊 在购买这个所谓的波霸奶茶的时候呢 都要求这个粉源一定要是要嚼劲 所以他们买的 其实不是在买波霸奶茶 他买的其实是买一个嚼劲 是在买一个可能是胡闹 那么像这样呢 就使得消费者啊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吃尽呢 对他这个身体不好的产品 那像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行销而导致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风险 那么以上呢 我们已经将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这一讲内容啊 包括了非常的多 那么从这个意义 那么消费者行为的内容 那么它的特质 那么都介绍完了 那么之所以在这一讲里面 介绍这么多内容呢 是希望各位同学啊 在第一堂课呢 就能够掌握消费者行为的大纲 使得各位在将来学习的时候 能够掌握出方向 那么快速的吸收 而这里面的很多的细项呢 在以后各章节呢 都会在详细的家里介绍 那么这么多的内容呢 我希望各位呢 能够得到个结论 就是消费者行为研究啊 其实就好像是一个企业的雷达 那么它能够引导啊 这个企业呢 那么锁定有价值的市场目标 那么唯有能够锁定有价值的市场目标呢 我们才不会浪费我们的行销资源 那么更有甚者呢 我们才不会浪费我们的社会资源 好 那么这是这一讲的结论 那么以下呢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 下一个讲次的内容 那么希望各位呢 能够事先的加以这个预习 然后在听讲的时候呢 能快速吸收 那么我们第二讲的内容呢 是要向各位介绍呢 这个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的过程的 第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 这个消费者决策购买过程呢 是要说明呢 消费者为了满足他的需要啊 所经历的七个购买决策过程的前五个过程 那么这七个过程呢 包括就是需要的确认 那么资讯的搜寻 那么这个产品的评估 购买 消费 那么还有就是说 购后的评估 还有就是最后的产品的处置 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呢 消费的过程呢 就像我们这一章所讲的 消费者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影响又是非常的繁复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各位同学可能说 那这门课好不好学呢 其实我要跟各位讲 消费的行为啊 其实我们所讲的内容 跟各位的生活的这个内容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只要各位呢 在生活上 或者是在逛街购物上的时候呢 能够实时的运用 我们课堂上所讲的内容 然后加以自己提出问题 然后加以这个 试着自己给答案 然后跟朋友 或者是老师进行讨论呢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啊 一定会发觉呢 其实消费者行为的内容啊 并没有那么复杂 那么所以呢 通常我会鼓励同学啊 那么应该要多多逛街 那么多多看电视 那么藉由呢 这个逛街 以及呢 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 你去评判啊 比如说一家店 开在这里对不对 他的这个商品的内容对不对 他的摆设的方式对不对 还有 他所吸引到的顾客 跟他的商品 是否很 这个恰当 或者呢 你也可以在看广告的时候啊 那么去看看 这个商品 跟广告的内容 他所诉求的 是否是一致的 还是冲突的 还有就是 他的广告的时段 是对的吗 他所使用的这个 这个 这个模特 是对的吗 那么他使用的这个音乐 那么是对的吗 所以其实啊 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探讨消费者行为 好 以上是这一讲内容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 台湾